KTV Racing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安裝的車種別比較特殊 所以我們用攝影的方式來記錄一下安裝的過程 這台車是福特2016年MAX10 但是這台比較特別是5.0 GT 這台是V8引擎 動力的話比2.3升的渦輪還要大很多 不好意思這個是工作的現場所以背景的聲音會稍微比較大一點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台漂亮的車子 5.0 NA 跟一般的比較常見的2.3渦輪增壓引擎比較不一樣 這台是5.0升自然進氣V8引擎 那今天要做的工作呢就是安裝KTV Racing的 這一台算是禁忌版的避震器 那前面的上座呢KTV一樣有附上座 KTV的話呢阻尼調整從這個地方做調整就好了 順時針就是變硬 逆時針的話就是變軟 這個地方 這是有附強化的上座 原廠的東西的話呢就都不需要再繼續沿用 那輪胎的話也跟2.3的不太一樣喔 他是前後配的 前面的話是255-4019 後輪的話相當的大 後輪的話呢是275-4019的規格 前後配 那5.0的一些小細節的話呢 也都跟2.3升不太一樣喔 包括前面的葉子板有5.0的LOGO 然後後面的剛剛看到的是一個GT的LOGO 前面的水箱護罩呢也不太一樣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輪的部分呢已經安裝好了 安裝好了齁 前輪的部分呢 這個是前面KTV Racing的一些零件齁 這些是前面下座的部分 那5.0升呢他所配置的前面煞車呢 也是Brembo的6500卡鉗 自動力道的話跟一般2.3升的自拍一樣 那這台到經濟版的前面彈簧配置齁 客人指定要做甩尾設定嘛齁 所以我們前面的話是配置 180場12公斤的彈簧 好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部分 後面的話有一邊已經裝好了齁 這是5.0V8車頭 這個是後面呢 改了KT的設定齁 他的後懸吊呢也是彈簧跟避陣器分開的 這是後面的上座 他的腳管啊下方的固定座呢相當的特殊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原廠的一些結構 這是原廠的統身 那下方的結構呢是用螺絲是由下方往上鎖 後面的阻尼齁其實原廠就已經很強了 原廠的殘口也特別的出 後輪驅動 再來回來這裡呢 KT所配置的齁 彈簧公斤數呢 是14公斤齁 14公斤 所以這一台呢 配置起來也就是說 前面是12公斤 後面的話呢 是14公斤 那阻尼調整的部分齁 因為今天的車高設定 車主預計後面大概1指幅左右 原廠大概是3指幅啦 所以要略降2指幅 那後輪的話呢 上部的調整機構齁在這裡 所以車子稍微升高之後 一樣從這個地方做調整 瞬時針變硬 逆時針變軟 一樣從這個地方調整 不必再拆內裝了 因為野馬的設計呢 就是像這樣子 2.3升的跟5.0V8的都是一樣的齁 我這400多匹的傳統手很粗 好 預計的話呢 這一台會降到前面1指半 後面是1指幅左右 原廠比原廠的3指幅的設高呢 降低的幅度還蠻多了齁 好 OK 以上的影片介紹呢 就是Mustang 2016年5.0升 然後安裝KT Racing的避震器 謝謝大家